海嘯是一系列巨大的海狼 它们会在地震、火山爆发、水下滑坡 甚至小行星撞击之后出现 1958年7月9日 在阿拉斯加的利图亚湾 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巨型海嘯波 该波浪的高度达到惊人的1720英尺 这种情况不是开玩笑 一旦你发现海嘯即将来临 你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来挽救自己的生命 下面是你需要立即做的事情 如果你在陆地上 无论你是居住在海岸附近 还是周末去那旅行 你都应该知道海嘯即将到来的迹象 可能是来自海洋的震耳欲聋的咆哮 或海洋其他一些不同寻常的反应 例如 水可能突然被卷走 暴露出海底 反之亦然 地平线上可能会出现水墙 另外 要注意动物们的奇怪的行为变化 如果它们意外地聚在一起 躲在不同的角落 离开某个区域 或表现出极度的焦虑 这些都可能是自然灾害即将来临的迹象 一听到海嘯警报 不要多等一秒钟 立即撤离 留下你的个人物品和文件 现在不是考虑你财产的时候 把你的亲人聚在一起 使用任何可用的周轰工具逃离海岸 跳上车 骑自行车 或者是尽可能的快跑也行 尽量远离海岸 前往高山 山脉和森林 如果可能的话 逃到离海岸至少两英里的内陆 和海拔100英尺的地方 如果你被上升的水困住了 请选择最高和最坚固的建筑 并爬到顶部 这不是一个理想的出路 因为建筑可能在海啸坡的作用下坍塌 但至少这也是一种办法 另外 请记住 道路经常会被海啸摧毁 因此 到一切都结束后 你可能会很难找到原来的路 在大多数情况下 海啸与地均是密切相关的 这就是为什么你应该试图逃离到 没有或几乎没有建筑物的开放区域 以避免被落下的碎片击中 最重要的是 远离定源线 墙壁 桥梁等等 即使这些结构看起来足够坚固 它们也可能在余震中坍塌 在此期间 请注意海啸警报和疏散命令 如果你不是身处于海啸的危险区域 请留在原地 并等待进一步的指示 请记住 在有危险的区域 其疏散路线通常会标有一个 带有波浪和箭头的特殊标志 它会指向高地的方向 如果你掉入水中 抓住树干 门或木发 简而言之 找到会漂浮的东西越快越好 即使你认为一切都结束了 也不要太快就放松 海啸来自海狼 而且可能有数十个 更糟糕的是 每一波都可能比前一波更大 它们可以维持数个小时 因此请准备好遭遇额外的波浪 余震 然后记得要有长时间等待的耐心 尝试透过收听无线电 来更新查找可靠的资讯 相信口耳相传的谣言 不是个好主意 否则 你可能会太快回去 并陷入更多的浪潮中 请记住 你不仅需要在海啸中存活下来 还要考虑到它发生之后的事 一旦水位下降 你会看到大量存在的危险碎片 不要忘记触电的风险 水可能会因为损害着地下电力线 而被充满着电 此外 如果你站在水中 或者物体本身是湿的 请勿触摸任何电器设备 不要靠近房屋或其他建筑 因为在洪水过后 它们可能会变得不稳定 嗯 如果你在海上的话 如果你在船上 听到海啸即将来到 请尽可能快地把船开到深水区 最安全的深度是150英尺或以上 事实是 在大海中 海啸波可以长达数百英里的惊人长度 但它们通常不会超过几英尺高 另一方面 在远离海岸的地方 这种波浪的速度通常高达每小时500英里 但当波浪越来越靠近海岸时 它会减速到每小时30英里 然后高度会增加 如果你是一名冲浪者 并且海啸即将来临 那就快滑向岸边 并朝着你能发现的最高处奔跑 在海啸袭击海滩之前 你可能还有几分钟的宝贵时间 如果你离海岸很远 但海啸越来越近 那就向地平线深海处前去 在那里 你可能比较不会感受到海啸波的毁灭性力量 另外 你还有一个漂浮设备呢 此外 在大海中 你不必担心被碎片击中 最后 如果你已经设法滑离海岸 并且暂时没有危险 请不要急着返回海滩 可以等待至少几个小时 海啸往往会持续一段时间 海啸的波浪会以每小时 20至30英里的速度前进 并达到10至100英尺的高度 在内陆 它们会飙升至10英里高 并造成灾难性的洪水 破坏各种交通和通讯 并摧毁掉淡水供应 所有海啸中 约有80%来自太平洋的火环 这是一个地震活跃区 拥有452座火山 是世界上地震最多的地方 一旦有人被海啸扫走的话 它们渡过南关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 这并非是完全不可能的 1960年5月22日 智利南部海岸 发生了有记录以来 最大的地震 其震级为 李氏震级9.5级 这是地震 所造成的破坏性的巨星海啸 不仅袭击了智利 还袭击了夏威夷 菲律宾和日本 当地震停止时 居住在智利港口城镇 科拉尔的丹尼斯·加西亚 仍没有意识到灾难的巨大力量 他不知道自己的亲戚 已经安全到达更高的地方 因此 这个男人疯狂地寻找自己的家人 突然 加西亚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当他转身看着科拉尔玩时 他看到所有的水都已经退去了 海底被暴露了出来 加西亚之前从未观察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 并决定去进一步研究他看看 事实证明 这是一个几乎致命的错误决定 这名男子没有注意到一场 40英尺高的海啸 正在加速向他奔来 直到为时已晚 那天 拯救了丹尼斯·加西亚的 是他设法抓住的一块碎片 在他爬上从自己身边漂浮过的屋顶之前 有好几个小时 他都身处汹涌的海浪中 幸运的是 这个举动拯救了那个男人 他活着讲述了这个故事 但请记住 这样一个神奇的生存故事 只有百万分之一的概率 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你一旦听到海啸即将到来的话 不要浪费任何时间 且按照你从影片中学到的技巧做 你有其他能在海啸中求生的建议吗 在留言区里告诉我们吧 如果你看到了这个影片后 学到了新知识 别忘了给我们的影片点赞 并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吧 但是 先别急着走开 来看看 我们的频道里有超过2000个超库的影片 等着你观看呢 你只需要从左右两边的影片挑一个 点击就可以啦 请持续锁定量生活频道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专下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观看